謝謝紫西 還有各位委員 各位院長 各位政務官員 媒體朋友 觀眾朋友 大家午安 大家好 我想大家剛才談的大概都一致的問題非常多啦 我請院長一下好不好 有請院長 江偉好 院長 隨我先舊教你 以前我曾經跟你很多的討論 有關於這個 有限責任故公公消費授所的問題 你今天提了這麼大的一本 但是我是覺得這個當然院長有很大的這種改善 但是我是覺得說 即使院政部的這個函視 我都認為說對於我們的員工是有虧待的 在這裡面 院長講說從7年開始不分配給員工 這個所謂的這種這個營餘嘛 對不對 你假如說由這個政府來委辦的這個合作授來辦理這個 顧工的一些這種這個業務的話 那麼原則上是怕 因為營餘太多了 那分給這種這個顧工的這個授員 就是員工的話 那好像會被人家阻止點點的 不是非常好 所以院長在去年就把它改掉 但是我個人的看法是這樣的這種情形 活作授它最主要的功能在那裡 還是在對於某授員的經濟利益跟這個生活的改善嘛 那原則上它的這個中心應該是屬於這個授員才對啦 那現在因為我們了解到說 活作授因為它只以授員的一個來這個營餘化 它的對象非常少 可能營也不多 那麼在這種情形來講 我們希望說它能擴大嘛 那其實我們活作授法是它是不擴稅的嘛 這只要是它不擴稅的 那是以員工的他的這種這個生活等等的改善 為它的這種這個重點嘛 那現在我們依照這種這個顧工來講的話 那麼現在已經把委託政府齁 就是政府委託這個員工消費活作授來辦理這個有關於 顧工很多的文燦的這個產品的問題嘛 那麼我想在這種這個情形來看的話 我們會看到說 消費活作授它所這個服務的對象 不見得都是非授員啦 這裡面有一些就是授員的 有一些是易被授員的 有一些是實以這種這個非授員的 所以在這種情形來講的話 依照活作授它的一種這個講法 當然在目前來看的話 我們的內政部是講得非常清楚啦 不過他假如說這個 胡的對象 假如有授員 易被授員跟這個非授員的時候 所佔的比例 會依照這個手辦的比例來合算 當然這個他不是講得非常清楚說 合算英語或什麼樣 不是很清楚啦 但是依照我個人的這種這個解讀的話 授員還是要保障他的 他有出這個他的股金啦 對不對 你的一毛錢都沒有給他 這個從哪裡講都不對的 所以應該是依照他的這個比例 來這個分配這種這個 所謂他的一種這個 這個營餘 我個人是認為是比較活力的 好委員我跟您說明一下 好 這個事實上這個不分配營餘是指那個 非社員消費 也就是我們分兩個部分 一個是社員消費 社員消費 所以我們有個消費核的核州設施 所有的就是日常用品 是在社員消費 那非社員消費呢就是觀眾的消費 那這非社員的消費呢 因為它是來自於故宮的委託 那故宮呢本身的這個資產呢 國家資產 在他利用這個國家資產產生的延伸 產品或複製品或者出版品 它是要交回國庫的 所以他這是這是內政部在去年6月17號 韓令說得很清楚委託的部分 可是在這個社員消費的部分呢 也就是像委員說的不扣稅的部分 我們事實上都沒有什麼太大的盈餘 盈餘非常有限 還是會分到回到這個社員本身的 所以這兩個目前要分清楚 一個是國家資產 你的解釋我非常了解啦 當然這個是沒有錯的 但是我認為說你委託的齁 它是這個 社員也有去消費可能有可能 這個我們會算的一面 當然是比較難去欺分啦 有有有我們有做 你想要刷卡 我們做消費 你消費多少就給他多少 我們有消費卡 對不對 所以你因為很多的這個機關 他沒有這個人員會去用刷卡 說你一個你江義雄 你刷卡多少 你只有刷卡一毛錢 你要刷 我們有發社員卡 你只要這樣做啊 所以你在這裡面所講的 不分配這個英語 恐怕要解釋清楚 我是認為對 壽源 他的活作做的這種 這個宗族我還沒有給他了解 那第二個就是說 關於這裡面 就讓大家談好 我已經知道 這個宗族我回到這裡面 可以被刷卡 那一列 就是我評價 他問大小子 在這個宗族 所領的 快樂 也不 соглас 實際 那 不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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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